大家好 刚回到家 既然说了12点发一趟夜车 虽然说明天早晨 很早就得起来去机场 然后呢去飞首尔 所以东西也都没收拾了 箱子也没装 今天已经是飞抵韩国首尔 这个消息呢 这个新闻呢 铺天盖地 各路直播网站 都在做着这种国族登陆首尔的 这个相关的直播 相关的报道 国家队的队员呢 也是身着西服 静静生生 漂不亮亮的 微笑着啊 踏上12强赛的首场比赛 今天呢 包括这两天在内呢 有很多的 以前的这个足球记者呀 纷纷呢 是开始怀旧 开始回忆 事实上呢 从2001年到2016年 已经15年过去了 15年过去了 但是呢 不得不说呢 中国足球 新闻史上 最辉煌的年代 就是2001年 最辉煌 他突出的表现在于呢 就是当时呢 传统媒体非常发达 体坛周报啊 足球报啊 什么南方体育啊 东方体育啊 西方体育 没有啊 什么球报啊 什么这个 那个的啊 所有的报纸啊 不仅是专业报 体育报 还有这种啊 综合性的报纸 哎 与此同时呢 这个互联网呢 也是啊 门户网站 也是纷纷崛起 什么新浪 搜狐啊 什么的 网易啊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呢 2001年十强赛 你要是让我回忆啊 首场比赛 对阿联酋之前 晚上的那次训练啊 那个训练的 那个感觉 好像是在一个 沈阳什么体肖 看台上 密密麻麻啊 四五百记者 四五百记者 然后灯光之下啊 米卢带领着 范志毅 郝海东 李伟峰啊 什么江金 深思其红 什么马明雨 呃 吴成英 什么类似 这个孙继海 什么的那些训练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整个看台 就记者的 所在的看台 鸦雀无声 鸦雀无声啊 就大家就在那助力 然后看着 这个训练 那个训练呢 因为 只有训练场那一块呢 是有灯照着 很亮 周遭呢 全都是这个黑夜 茫茫黑夜 然后看台上的人呢 隐隐绰绰 借助这个 呃 球场那个 呃 灯呃 多半的这看台呢 还隐隐绰绰 人呢 在这看台上 一动 蠕动的时候 就柔 犹如鬼影一般 犹如鬼影一般 大家都 都都没有什么 什么 什么谈论呢 或者什么 什么这个 七叉叉呀 呃 三言两语 没有 大家都这么 默默的看 而偶尔呢 赛场上会有喊声啊 米卢喊呢 翻译 接着翻译啊 什么队员之间的 传接球啊 会有几句喊声 然后你在看台的时候 你往这个看 周遭又一片黑暗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就跟在地狱里看一样啊 我为什么回忆这段的 事实上呢 就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 大家都不平静 心里边呢 既忐忑 又有所期待 又有紧张 甚至还有点恐惧 因为为什么呢 在此之前 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 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也就是说呢 在那一刻 就犹如呢 说过去啊 说介绍媳妇 也没照片 也没微信 也没PS 就听着没人说 长亭行 行 没问题 可以 这之前都没见过面 就准备呢 就是到那个 拜堂的时候 巴一先 小狗先门帘 露一小手 这一先 说说 这时候你这先 就现在手已经在那个布上了 你体会一下啊 手在那块红布上 你开始往下先 说句实在话 你开始你是期待的 对不对 你期待 你巴一亮 你女神 对不对 但是你先 慢慢的 你手有点抖 手有点抖啊 为什么呢 你怕一掀起来 如花 是吧 就是那种感觉 就那种感觉 所以呢 当天晚上 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强作欢言 就是米露 就是米露 我今天呢 在我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 这篇长文呢 写于 2001年 石墙赛 首场 主场对阿联酋 前一天晚上 凌晨 大概从这个时候 开始 落笔写的 啊 那边 编辑 在等我 等了两个多小时 两点多钟 结稿 我写的是 中阿战前 米露的 高米露的 一言一行 啊 这当然是一个 比较平淡的标题 这种标题呢 可能会出现在 青年体育上 但是不会出现在 南方体育上 为什么 南方体育的编辑 认为这个标题 这不刺激 啊 所以南方体育 最终的用的标题 是我 记录 米露在头一天晚上 啊 呃 呃 他和他的一个 智力的朋友 叫胡里奥 然后在沈阳 国家队下榻的酒店 绿岛酒店的 呃 就叫这个 娱乐 那个大厅里边 他 两个人组 组成了 叫美洲队 让我跟那个 鱼翻译 组成的中国队 他要求我们打保龄 打保龄球 打保龄球啊 最后呢 他一看那个分数 一计算 他确定 就最后一扔 已经不用扔了 他们已经赢了 所以他在 偌大的保龄球馆里 震臂高呼 中国队输了 因为他 他是美洲队 我跟那鱼翻译呢 是中国队 他高喊 中国队输了 所以呢 南方体育最后用的标题是 中阿决战前夜 米卢高呼 中国队输了 有意思吧 有意思不 有意思 啊 这人品传的 啊 如果说 15年前 我为 中国队 曾经做出过什么 那么很简单 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其实都集中在米卢 一个人身上 啊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曾经给米卢 提供过教案 他说你别吹 你给米卢提供什么教案 很简单 米卢刚到中国的时候 啊 曾经有一场比赛 是在西安朱雀体育中心 对水晶宫 啊 那场比赛的 西安朱雀那个球场啊 非常陡 非常高 有点 小诺堪普的感觉啊 哥们呢 看着看着呢 就直接 登上了最高的那个地方 就是看台最高处 然后我用相机 那时候没有手机啊 那个手机不能拍照啊 大哥大也好 还是说诺基亚也好 那东西最多 发来短信啊 根本没有拍照功能 想拍照 还得拿照相机啊 哥们拿照相机 在最高点 拍了一组 中国队攻防时候的 全景图 啪啪 那个角度 连摄像机都没有 啊 因为摄像机上不了那么高 我在最高的地方 相当于航拍一样 啪啪啊 拍了一个是中国队 游游手转弓 一个是中国队游手 游攻转手时候的 整个的这个场上 人员分布的全景图 啊 全景图 拍完了之后呢 后来中国队打完那场比赛 就回北京了 回北京呢 是在北五环 这个北京国 北京会议中心这边 来广营这边 啊 租了块场地啊 住在会议中心 然后到那呢 接着备战 然后呢 那个时候说 你照片完了出来 你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弄出来 就打印出来 别闹了 15年前哪有打印呢 哪有财打呀 是吧 你得到专门的磕达 你得去冲洗去 哥们拿着胶卷 那时候也没数码啊 拿着胶卷 过去 呱呱冲 冲出来这边 这边四寸的 还是六寸吧 六寸的照片 啊 然后呢 这不国家队训练吗 我作为这个记者 我得去采访去 采访 到了采访 见着米卢了 我拿出这两张照片 我给他看 我说 你看看这两张照片 不知道对你呀 有没有用 米卢呢 若无其事 拿过来 以为什么照片 看了这两片 两个照片之后 马上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路 他管我叫路啊 他说路 这是 the best 这是最好的教案 然后紧接着 因为训练之前 我们见着了 照片他拿走了 紧接着给国小 在会议 休议室里边 开会的时候 用的就这两张照片 我为什么这么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 这么清楚呢 是因为当时国家队里边 有一个哥们 啊 有一个兄弟 啊 有一个兄弟 但是现在呢 因为各自忙啊 接触的不多啊 但是同行 叫徐扬 啊 徐扬那个时候呢 跟我这个走得很近 所以呢 完事呢 当天完事 去完练 然后 这个国家队 准备散 准备去的时候 然后晚上 打电话 跟我说 哎 你今天是不是 给老米两张照片啊 我说是 我说怎么了 他说了 他完事 在那个休议室里边 就给我们拿这照片看 说这是我的朋友 路给拍的 说你们看看 这个阵型里边 有什么问题 啊 右手转弓的时候 然后对方呢 右手转弓的时候 我们右手转弓的时候 你看看 整体上 这场上的这 除了守门员之外 这十个人 这个位置 哪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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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呢 对 可以讲的是对米卢啊 多多少少 有一点帮助 这是一件事啊 如果说另外一件事 就是 就是我 因为除了这个 一个女记者之外 就是男 男的里边 就是我跟米卢走得最近 走得最近的 但是我呢 不是说 我打听新闻 我干嘛呢 就是他没事啊 就是打兵方球 打台球 打保陵球 就我属于啊 这基本上就属于 除了不赔税以外吧 就其他的都能赔 都能赔着 啊 赔着玩 当时你说这赔着玩 你说这个 呃 这个怎么说呢 你说有意思没意思呢 反正第一 我也愿意玩 第二一个呢 跟他玩呢 虽然说就是说 有的时候 你说句老实话 有点陪着玩的意思 为什么得哄着 他跟一老小孩一样啊 他必须得赢 我想我想 为了中国足球伟大的事业 牺牲一个小我又怎么样 不就是我不痛快吗 不就是我能赢你 完了我最后变成你一耍赖 我必须输你吗 无所谓 我输给他又怎么样 我输给的是一个什么人 是一个四次代表啊 四支国家队打世界杯决赛的人 我输他又输呗 更何况呢 就他心情好了 那对于整个国家队国足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好处 啊 以至于呢 跟随国家队采访的那一年半两 小两年的时间里面 对我来讲 在我的业余爱好当中 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啊 因为老得输的啊 打宝林能赢的 我得输的 打平方球 我要是直板横打 我打起来 他就找不着北的 满地找牙 但是呢 为了什么 因为你一赢他 他就耍赖 他一耍赖吧 你 他说的西班牙语 加英语 一股脑子弄吧 我本身 我英语八级 不是 没有那么多啊 就是反正也有 反正也还凑合吧 但是西语我也不懂 什么乌诺瓜子 喽什么这那的 逼出妈的嘞 我就能听出这一种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是这么骂人的 啊 逼出妈的嘞 基本上相当于就是 我们 大概那个意思吧 啊 然后呢 就是因此呢 就是让他的心情保持愉悦 也就是说呢 直到打中阿之战的 这前前一天晚上 我还是陪着他打保龄的 啊 可以讲呢 就是牺牲一个小我 啊 为的是中国足球事业 啊 你要一定要上纲上线 那就是这么说 你要说不上纲上线 其实就是什么呢 哄一个老人开心 就这么简单 是吧 那么 别的呢 我都赔不了啊 啊 夜幕降临了 基本上就没我什么事 然后呢 但是呢 在这个有一次呢 国家队去这个云南玉西 跟美国银河 洛杉矶银河 那时候还有拉拉斯呢 山羊湖啊 在那打了场比赛 也住一酒店 住一酒店呢 然后 这个 我说你晚上有事吗 我说不是 吃完饭有事吗 他没事 我说我下去 他说你干嘛去 我说我去做足疗 我去做足疗 正经足疗啊 正经足疗 别想歪了啊 正经足疗 他说 他说我老听说啊 捏脚 是吧 他说要不然你 你带我一块去呗 我说行啊 我说这反正都是正经正规的 你就去了 就在那酒店的那个足疗 做足疗的 两个男孩啊 给我们俩揉脚 我我躺着 他躺着 须左吗 代表尊重 他躺我左边 完了给他摁 摁那个摁脚 卡卡弄 给我摁这个 因为我经常捏脚 所以我受力比较 比较比较比较大 就是你无所谓 我说你 你这么着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这个小男孩说 我说你啊 兄弟这么着 你有多大劲 使多大劲 但是呢 你要累了 你就不用那么大劲了 我就先给人这么交代 是吧 小伙子卡卡给我拧啊 是吧 那边呢 米卢是第一次做足疗 你也知道 你可能也有过第一次做足疗 第一次做足疗 就浑身不得哥们 是吧 你稍微用力 不行 哎哟 哎哟 哦 哦 哦 shit 哦 就那样 我说你 要不行啊 你就踏实实 你就别按了 不行 哎 还觉得 那个还很 很留恋的 那种刺痛的那种感觉 啊 人就这么贱 后来 那这小伙子就 呃 这个给这个老米啊 弄足了 小伙子不认识米卢是谁 为什么 天天在地下室里边揉脚 他能知道谁是米卢吗 你别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关心足球 没多少人啊 真正的没有多少人 只有世界杯来的时候 中国多了四亿五千万球迷 明白吗 世界杯一结束之后啊 马上就根本不关心足球 小伙子把他冲我说 因为他知道那外国人呢 他听不懂 他说这老头啊 胃不太好 啊 我就给翻译 那我说这个 他说你胃不太好 因为那个足底反射区嘛 甭管真的假的啊 啊 卡卡呢 后来我就跟他翻译 我说他说你啊 胃不太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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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ler 这胃 Stormach 啊 Very Good 说这胃绝对没问题啊 小伙子揉完胃之后 可能又揉点别的啊 说这肺啊 说这肺也不是很好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肺 他说你肺也不太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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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ler No Smoking 啊 我不抽烟 我的肺非常好 啊 那感觉 后来我说 又按啊 说这也是 说这老头啊 腰不太好 我就给他翻译 我说他说你腰不太好 No No 你看我这每天 我还跟国家队一块 Play Football 腰 棒棒的啊 后来等这小 这小子又又说一句话 说这会米卢直接说了 就我都没翻译 他就说路 你告诉他 波拉 他管自己叫波拉 波拉除了这儿不太好 这儿是哪儿呢 就他指了指自己的那个 就修处吧 修处啊 说波拉除了这儿不太好 其他地方一切OK 啊 这这这 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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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幽默啊 就体现在这儿啊 除了这儿不太好啊 那么我我说了啊 这是所谓的15年前 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足球记者 对于国家队最大的贡献 就在这儿 就这就这两件事 别的没什么 携带东西什么的 有人可能记 有人也不记得 无所谓啊 哥们最出最最牛的一篇网文 当时阅读量就100多万 叫世界杯出现的100句感言 是在世界杯出现之夜 2001年10月7号 晚上写的100句话 你现在到网上搜去啊 那时候你可能还小 你也就这么高啊 这我都说高了啊 叫世界杯出现的100句感言 你自己去看去啊 当天晚上写的 那么 我跟米卢呢 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讲的 就是当10月7号那天晚上 在沈牙五里和体育场啊 出现了之后啊 天安门也游行了 祖国各地人都出来了 都从家里出来了 就10月份 其实北方已经有比较凉了 但那时候很多光榜的 出出那个什么特刊 我们赢了 上街就溜达啊 溜达溜达 警察也不管啊 那么呢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其实我问了米卢这么一个问题 以及以至于呢 直接影响了过 过后米卢跟我的关系 那直接影响了啊 现在回想起来呢 其实我当时只是 在你没有发现我这个人 就是越是热闹的场合 哥们越冷静吗 你发现没有 就越冷静的场合 我越热闹 越热闹的场合 我越冷静 你应该能发现 我这个人的这个特点 就越混乱的时候 我哥们脑子保持特别清醒 当时我 我觉得整个这个 沈阳屋里和那个感觉 记者奔走相告 然后大家相互拥抱 喜极而泣 一般就他不是那种拥抱 就是那种发出那种 就是你你也不知道是痛苦啊 还是还是欢乐的哀嚎啊 就当时那人嘛 都那属于那种亢奋的那种状态 但那个时候呢 我呢 在整个发布会上 大家都喜新预测 认为中国足球的春天来了 认为中国足球 从此绝对他们站起来了 以前一直跪着 现在绝对站 百中百站起来 现在都飞了 要上天了 都上天了 为什么打尽世界杯了 但是呢 正好有我一个提问的机会 我当时呢 我当时呢 问的是这样 我说 我说首先祝贺 波浪先生 带领中国队 打尽世界杯 我说 不得不说呢 这看上去呢 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但是呢 回顾呢 您执教的国足 这两年的时间里边 我们先后呢 和韩日伊沙 韩国日本 伊朗沙特 一共打过七场 战绩是 两平五负 我说 你是否真正认为 打尽世界杯的中国队 真正具备了 亚洲的一流水平 哥们问完这个问题 场上很多人在瞪我 说你心里说 我都能翻译过来 心里说 你家那有病吧 人家这大喜的日子 你这跟这说什么呢 米卢呢 脸有点搭了 米卢也脸也好像有点搭了 至于他怎么回答我的 我忘了 但基本上呢 就是那意思就说呢 中国队打进了 这个叫什么 打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那么就意味着 中国队呢 已经是世界的前32名了 那这是米卢的 这个逻辑嘛 这个米卢的逻辑 其实我当时提这个问题 并不是给米卢提的 我是在某种程度上呢 我是想提醒一下 这个这个当时 就那种 那些那些 就是认为中国足球 一下就完全就已经 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所有的困难都没有了 中国队最牛逼 中国足球最牛逼 中国足球就是跟 严世罗那个说的啊 中国足球从此 怎么站起来了 在机场里边 这机场接受记者采访的说 从沈阳回北京 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 五年后 中国足球怕谁 这都是严世罗说的 后来我说你别闹了 大哥 差不多行了 你就说现在 谁还怕你啊 啊 这这这就是 我为什么要聊这段呢 其实对应的 基本上就是此时此刻 对应的此时此刻 那么十五年过去了 啊 中国队呢 又一次有机会 冲击世界杯了 啊 因为打十二强赛 是吧 打十二强赛 又有一次有机会 冲击世界杯了 那么这个时候 十五年变迁 我呢 已经是 早就不是一个一线记者 早就不是一线记者了 也就是说呢 我失去了 不是也不能算失去吧 或者主动放弃 或者是要失去都可以 和国家队的从业人员 无论是领队教练 足协的人 还是球员 接触的机会 我没有了 我们没有 connect啊 没有了 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们 就至少说我选择了更 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存在啊 之于 之于这个 你说是足球也好 还是说之于 中国足球也好 啊 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那么我在想 我依然是一个中国队的球迷 因为我 我无法忘记的是 在我11岁的时候 啊 1981年的 中国队打 冲击 这个 世界杯 那落败的时候 啊 当中国队呢 最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 家里边呢 0比3比0 赢科威特那场比赛呢 家里还没有电视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母亲刚出国回来啊 那个 有那个指标 买电视呢 还没到啊 还没到 所以呢 只能听广播啊 听广播 听广播呢 是中国队先一比0先 再攻体 然后紧接着就传来了 宋雄应该是 科威特队获得点球 我去 完了 我就知道点球什么意思啊 这家伙就是中国队犯规了 或被罚点球了 我当时 收音机在这 我哥也跟我一块听 我哥比我大两岁 我哥就是伪球迷吧 反正当时还算真球迷 现在后来不行了 我我11岁的我 普通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啊 双手祷告 双手祷告 祈求着 这些这个球 不要发进去啊 然后紧接着 听到了这个 这个收音机里传来 呃 那个 这个 呃 科威特队16号 应该叫 不叫萨米尔 就叫萨什么 什么米萨尔 什么 中国队守门员 李福胜把球 扑了出去 点球不进 那种感觉啊 真是那种感觉 11岁啊 就是 然后就起来啊 还在屋里边 蹦啊 喊啊 后来那场比赛 中国队 三比零 三比零 赢了 科威特 北京那边又游行了 啊 又游行了 然后直到呢 是二零 呃 直到19 八二年的一月 元月份 啊 在复加赛当中 中国队一比一比二 输给了新西兰 最后 只差一步 到西班牙 1982年 西班牙世界杯嘛 很痛苦 当最后一场比赛 输了之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那家里的这个 这个墙啊 墙上贴着 中国队的 这个 这个一些简报 啊 那些简报 我我我没事就 把那些小简报啊 给弄浆糊啊 贴到墙上 啊 贴到墙上 那中国队输了呢 实际上这些 已经没有用了 我就 11岁呢 12 12岁 我就开始 撕那个简报 但是撕不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沾的时间太长了 啊 那报纸有时候撕 怕撕一条 还沾了很多 在那 后来我就没办法 我说我也不想看到他 但是我又撕不下他 我怎么办 我拿着钥匙开始刮 啊 拿一钥匙开始刮那个墙 因为那个 那时候老的那个墙啊 他不像现在咱这个墙 那墙现在都硬 什么壁纸什么的 那时候老房子那墙 就说句老实话啊 你没事 你拿脸蹭蹭 都能吊灰啊 我就开始刮那个 声音很刺耳 声音很刺耳 非常刺耳 但那个时候是因为心痛 已经感觉不到刺耳了 我想到的就是赶紧把这个 跟中国队有关的东西 全给刮下去 我不想再看到他 因为他深深的刺痛了 一个十一二岁的 遥远的一个东北少年的心 啊 当然 十几年过后 一九八一年 到二二十年过去 我成为了中国足球 国家队的一个采访的记者 然后又十五年过去了 我成为了现在的我 那现在的我呢 我刚才说了 跟国家队没关系了 啊 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我在想 我能为国家队做什么 我能不能为他做点什么事 我不管他需要不需要 我想做点什么 我想做点什么 我做给谁看呢 你可以说是 其实国家队不会看 但是呢 我仍然想去做 我想践行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中国队 冲击这么多世界杯 这么多次 成功了一次 中国队曾经三十多年 不胜韩国队 而且这一次又跟韩国队同组 有两场交锋 对韩国队这两场比赛的胜负结果 在很大程度上 将会决定中国队最终 在这个小组的排名 我们能做什么 有机会 就是后天 在韩国首尔 我们 我组织还选了一支中国业余队 和韩国的STVFC 也是一支业余队 要提前打响中韩业余队抗赛 说这场比赛 有人说了 你这比赛和国家队对韩国国家队 国族对韩国 可比性吗 我告诉你 没有可比性 为什么 水平差距太大 一个是国家最高水平 一个是业余里边 可能都不是最高水平 但是我告诉你 本质是一样的 本质是一样的 明白吗 什么叫本质是一样的 你跟范冰冰谈恋爱 还是你跟李冰冰谈恋爱 你还是王冰冰张冰冰 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一种交流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你在一个500强里边的公司的生存 当你面对HR的时候 和你在一个很小的公司里边 你面对HR的时候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可能500强 那个公司你的能力更强 但你同样也面对一个生存和发展 你可能你不如那个人的能力强 你在一个小公司里边 相对来讲 你也面临着生存和发展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面对的 我们面对的 是一支韩国 具有韩国典型风格的 一支韩国的业余球队 这个球队有着非常 远大的智享 而且有着非常 成熟的这种战术打法的体系 当你看到他的录像 当然你不愿意看到录像 为什么 因为水平低嘛 对吧 你认为业余的没有意思 是的 但如果你要是 你真是一个 关注业余足球的人 你看一看他们 他们的整体的打法 和韩国队几乎如同一辙 如出一辙 差在哪呢 差在速度和节奏 明白了吗 路的都是一样的 说王浩的支牌反打 跟我的支牌反打 本质上没区别 但是他打得更快 或更准 但是从技术本质 是没有 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呢 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我们面临的 也同样的一个课题 抗韩 而且我们是这样 明天早上出发 韩国当地时间 比方说是 一点两点 一点多 两点到 还要坐三个小时 大巴到首尔 因为什么呢 为了省钱 说实话 同道尾 这回能出钱 让我们去 已经是 已经是 算是最大的 这种支持了 他们买首尔的 到仁川机场 那机票 可能贵 因为我们一去 去二十多人 那买的那个机场 比方北京南原机场 或者 或者哪 西郊机场 就可能便宜 为了省钱 那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呢 就等于说 就坐三个小 三个半小时的大巴 才能到酒店 也就是说呢 在韩国时间呢 明天晚上 大概七点钟左右 六七点钟 才能够到达酒店 然后经历了 睡了一觉之后 你这中间 第一 你得恢复 你得跑一跑 第二 你还得开个准备会吧 核心骨干 你还得一块聊聊吧 是吧 然后第二天 又得坐 一个多小时的车 到水园 然后迎战 天时地利人和的 韩国队 韩国队今天名单 传过来了 啊 二十三个名单里边 除了一个八八 一个八九的以外 剩下全是九零后 逃死你 明白吗 韩国这支 所谓的业余队 他们的目标 要打职业 所以他们的队员 都非常年轻 而且都是具备 专业的 这种训练基础的 以至于呢 今天 这阮雄飞嘛 也是多年前的 这个央视足球之夜的记者 看了我们比赛 又看了对方的录像 晚上一块吃虾的时候 跟我说 东哥 你要让我开盘 这球 韩国人让你们 一点五个球 我当时差点把虾 给扔 扔到地上 就吓得 把他掉地下了 那么接下来 我想说的是 我说过 人一辈子呀 其实没有几次啊 说真正的能够让你全情投入的事 啊 你说许七生子啊 金榜提名啊 东方花竹 可能就算啊 就传统的 这这这四大什么什么 人生喜事啊 但事实上呢 很多普通平凡的日子里边呢 没有太多 让你真正的全身心投入 有时候都是假嗨 明白吗 接着聚会 喝酒 其实都是假嗨 真的 他就是造一个气氛而已 都是假嗨 自己心里还隔着呢 就有时候你 你说断片啊 容忽这个 哎 来了 挺好 左右逢源 热热闹闹 你越热闹 你越孤单 没什么意思 真的 没什么意思 说你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 去做一件事情 并不容易 尤其是这件事情 我认为 它有着很大的意义 它的意义在哪 就之于足球 中国之于足球 其实就这么两方面的问题 没解决 这么多年 就是两个 从国字号角度来讲 就是两方面的问题 没解决 第一 技术战术 就战术问题 战略战术问题 没有解决 第二一个 心理问题 没有解决 就这两个问题 有的是战略错了 战术也错了 那你就玩 你第一个脑袋 把你脑袋 也裤腰带上 你去踢 也没有用 你战术就是错的 明白吗 就相当于呢 就是你去划汉兵 你穿了一个 一个水兵的鞋 你去划去 你划哪去 你啊 你打粗粒划 就行了吧 你 还有就是心理 心态 精神 精神层面 我说的对不对 是吧 就其实就是核心 这两个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 在米如那个时代呢 第一 后边的问题 就解决了 就哥几个 态度决定一切 Additude is everything 嘎嘎的 然后哥几个 那么好 此时此刻的高红波 仍然面对 同样的问题 此时此刻的我们 也面对 同样的问题 我们用什么样的战术 对韩国人 这支业余 所谓至存高远的业余球队 打客场 年龄比他们大 三到四岁 甚至四到五岁 然后对方 找不找外援 我都不知道 因为人家是主场 人家想找谁找谁 然后呢 我们又周车劳顿 到了客场 有人老说 说你懂我 你就这套路 你去西班牙 你就说西班牙人的牛逼 然后你把人赢了 你就是这套路 完了你 你输了 你有话说 完了你赢了 你就特别牛 我说句实在话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 就如果我们真输了 那确实是踢不过 那没有办法 如果我们真赢了 就是两个字 就是牛逼 他就是牛逼 他没有别的 因为我说的全都是真实的 到了西班牙也是啊 原来说七级队跟我们打 后来来了不少四级五级的 那不还是赢了吗 对吧 赢 我说了 你赢是是真的实力比人强吗 错 呸 谁这么实力比人强 你骂人的吧 人家那是足球强国 世界足球中心 人家天天四五级的队员 能输给你们一帮 有个体工商贩 大学生 然后这个 这个地铁司机 然后这个 什么 呃 个体 劳动者 呃 开店 宠物店的 然后这个 做点什么 呃 呃 汽车 二手车的 就能输 输给你们这拨人 完了 那主教练还是一个没证的 无证上岗的 呃 就是每天都摆过球的 一一天职业球足球没踢过的 人那个主教练都是职业教练 拿着拿着拿着UUFC的这个这个职业教练证书的 凭什么输给你啊 凭什么实力比你弱呀 比你强 那你不赢了吗 赢了就走呗 就完了 三十一号打韩国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说说我没有意思你们这球没意思我就关心国足 谁也没说不关心国足啊 对不对 谁也没说不关心国足 但是你真正关心国足你你赢了输赢了赢了捧输了骂有意思吗 你觉得你觉得有意思吗 啊就这么足球在于你心目当中就是赢了就牛逼输了就是傻逼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告诉你没意思 啊特别没意思 什么是有意思的 你去去投入一场战斗 你了解这个战斗的准备过程 然后你在其过程当中的你能够分析判断整个战局的走势最终对应结果 你能知道赢赢在哪输输在哪 这是牛逼 这是收获 说仅仅是为了开心或者发泄 哥们 三五百块钱就能做到 明白吗 没必要整天跟一个球较劲 是吧 好了接下来我告诉你 我们一个小破业余队为了这场中韩业余队对抗赛我们做了哪些准备第一 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去寻找这支队伍的录像最终拿到了 看了 我一个人看了三遍 我发给队员我不知道我的队员能看多少但是我知道队员肯定看了他有可能没看三遍他甚至一遍没看全但他肯定看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接下来 做这个这场比赛的整个的视频的分析 以截图或者短视频的方方式发给所有队员 让他去了解啊 接下来我们打热身赛全程录像 做视频分析我们的失球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原因啊 具体到某一个位置的移动 某一个阵型的保持和某一个技术动作的合理性 接下来 考察每一个队员的状态 通过比赛去论证 一对一的去了解啊 看着他的眼睛 这场比赛如果让让你首发 行不行 能不能挺住啊 这些工作都在做兄弟啊 包括今天晚上我结束这个直播 我仍然还会看录像 现在在我的脑子当中 整体阵型 场上九个人员的位置 我基本上都确定了 但是还有一到两个人两个位置 我要去思考 我要去思考 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智慧 我会跟 这个圈里的人 然后包括队员当中的核心 我会交流 他们给我的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我会汲取 最终呢 坚定的制定一种战术 完了明确的这种思想 我以前犯过错误 我带启航队的时候犯过错误 而且不止一次 比如说战术阵型 临场指挥 换人都犯过错误 但是我想的就是说 那些错误犯完之后呢 我很我很懊悔 但我想 最终我是希望在最关键的时候 我不犯错误 我可以平常犯很多的错误 启航也好 还是说启航少年队也好 可以输 但是最关键的比赛 我争取赢 所谓最关键的比赛 就是最牛逼最出彩的比赛 我要给他拿下来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着看我们笑话 我知道 并不是球迷 当然球迷当中也有 但是会有一些呢 业余圈里的人 他会等着看笑话 为什么 什么都你牛逼 去西班牙这那个的 说你们那队实力也不怎么样啊 说你们那队这那个的 是承认 在北京 可能我们前八名都打不进去 有可能啊 我只是说有可能 谦虚嘛 但是你们牛逼 你们没这机会 你们为什么没这机会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你们很棒 我希望 中国足球的发展 首先解决的是一个 不团结的问题 从上到下 这个圈子里面 各级都是不团结 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没有一种真正的同仇敌忾 即便说你面对的是外国队 有人还等着看你笑话 不过兄弟 依我的理解 是这样的 在过往很多时候 我所做的事情 有成了 也有败了 我个人 在成长过程当中 也经历过很多的 这种艰难困苦 有些东西是我自找的 是我最有应得 所以在那一刻呢 其实 不用你笑话 因为我自己在笑话 我自己 是的 但是 在我全情投入的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在我花了无数的日日夜夜 去为这件事情去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心里有底 如果你想看我笑话 只有一个结果 最后 你 成为了笑话 我让你回来了 都在你 偶尔